王羲之痴末 这是古代的抓粥仪式 就是满周岁的小朋友 从棺印 钱币 文具中 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东西 瞧 这位小朋友抓了只毛笔 原来他就是东晋时候 最有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 他的一生都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可是他小时候只是个爱写字的阿呆哟 一只 两只 三只 五 四只 他们都说我很呆很笨 可是我却不这么认为 你看 每个只都不一样 我来给你落入 老大 老大 阿呆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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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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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的 我爱写字 但我不是阿呆 不理他们 我们去上课吧 老师 以后上课的时候不要带着小鹅知道吗 知道了 老师 似在闪光 太神奇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西枝写写看吧 好 老师 自眉火 死了 我真的很喜欢书法 我要好好的写 不能让别人看扁我 啊 一点儿子 啊 好 好啊 简直一模一样 儿啊 娘去做你最喜欢吃的嬷嬷 占蒜泥 魏夫人 多谢了 这孩子虽然模仿能力很强 但字写的是死字 你这样写下去 字永远没有生命力 孩子 你不仅要练 还要悟 真的很差吗 一模一样不好吗 嬷嬷 一模一样的嬷嬷 一模一样的 我的儿子这辈子 真的要当个阿呆了 我都知道 我是不是很聪明呢 小哥 这是谁写的字 写得真好啊 彩虎 我喜欢 我要和他写的一样好 走吧小鹅 咱们回去 写的一模一样 写的一模一样 你写的是死字 死字 我明白了 每个字都有生命力 生命力 生命力 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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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儿子 你怎么带到赤墨的程度了 我自己的枝 我悟到了 秦家屋才能成功 细枝终于明白了 这是王羲之 三十二岁时写的 《蓝亭集序》 全文二十个枝字 字字别开生命 无一雷土 被历代书法家 推崇为绝代佳作 王羲之的《行草书》 其笔式飘若浮云 《焦若精龙》 后世尊称他为书圣 《黄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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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ining